随着G55304次试运行列车从河飞栏站始发 沿着商贺行高铁河飞至湖州段 驶向五湖宣城湖州等方向 5月27日 商贺行高铁河湖段正式转入运行试验阶段 当日 运行试验列车模拟办理客运业务 数百名体验乘客搭乘列车往返于河飞和湖州两地 试运行列车相较于传统的绿皮火车 速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大大方便了沿途民众的出行 商贺行高铁开通对于我们来说 交通环境大大的改善了 尤其是对标长三角这一块 所以我希望下个月月底的时候能够如期开通 我也可以多回家几回 据了解 商贺行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金掌台通道和金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高标准设计建设 无论是在设计时速还是终点方式上 都运用了最新的先进技术 全路就是目前设计速度最高的高铁线路之一 全上的350公里每小时的设计速度 然后全线采用的是AT供电方式 这种供电方式来它是一个是节能 一个是环保 据了解 商贺行高铁和湖段 转入运行试验阶段后 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运行试验 进行运行图参数测试 故障模拟 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 确保6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商贺行高铁沿线城市密集 人口众多 是有效联系中原 江淮和长三角 最重要的交通战线 被誉为华东迪亚通道 商贺行和湖段建成通车后 商贺行招铁将实现全线转通 第一点是极大的改善了 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快速铁路运输网略 提升了运输能力 提高了运输质量 第二点呢 极大的方便了沿线百姓的出行 同时呢 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 为沿线地方政绩发展带来的助力